诗篇第119篇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都是有福的 谨守他的法度,全心寻求他的都是有福的 他们不做不义的事,他们遵行他的道 你曾把你的训词吩咐我们,要我们殷勤遵守 但愿我的道路坚定,为要遵守你的律例 我重视你的一切诫命,就不至于羞愧 我学会了你公义的法则,就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求你不要把我弃绝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 就是要遵守你的话 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容我偏离你的诫命 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你是该受称颂的 求你把你的律例教导我 我用嘴唇传扬从你口中所出的一切典章 我喜欢你法度定下的道路,如同喜欢一切财富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重视你的道路 我喜爱你的律例,我不会忘记你的话 求你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可以活着 也可以谨守你的话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出你律法的奇妙 我是在世上做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常常怯慕你的典章,以致我心力交瘁 那些受咒诅的傲慢人,和那些偏离了你诫命的人 你必斥责他们 求你除去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 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 虽有做领袖的,做着毁谤我 你的仆人却默想你的律例 你的法度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谋事 我快要归回尘土 求你按着你的话,把我救活过来 我成名我所行的,你就应允了我 求你把你的律例教导我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 我就默想你的奇妙 我因愁苦而流泪 求你照着你的话,使我坚强 求你使我离开虚晃的路 使恩把你的律法赐给我 我拣选了信实的道路 我把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 我谨守你的法度 耶和华 求你不要使我蒙羞 因为你使我的心舒畅 我就跑在你诫命的路上 耶和华 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 我必遵守到底 求你赐我悟性 我好遵守你的律法 我必一心谨守 求你领我走在你诫命的路上 因为这是我喜悦的 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你的法度 不倾向不义之财 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空的事 又使我在你的道中存活 求你向你的仆人实践你的诺言 就是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 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离开我 因为你的典章都是美好的 我切勿你的训词 求你使我活在你的公义中 耶和华 遇你照着你的应许 使你的慈爱 你的救恩临到我 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 因为我倚靠你的话 求你使真理的话 总不离开我的口 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 我要常常谨守你的律法 直到永远 我必行在宽阔之处 因为我一向寻求你的训词 我在君王面前讲论你的法度 也不以为耻 我要以你的诫命为乐 这些诫命是我所爱的 我又要向你的诫命举手 这些诫命是我所爱的 我也要默想你的律例 求你纪念你向你仆人应许的话 因为你使我有盼望 你的应许使我存活 这就是我在困苦中的安慰 骄傲的人苛刻地击翘我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律法 耶和华 我思念你在古时赐下的典章 我就得了安慰 因为恶人离弃你的律法 我就非常愤怒 在我寄居的住所里 你的律例成了我的诗歌 耶和华 我在夜间纪念你的名 我要谨守你的律法 我这样做 是因为我遵守你的训词 耶和华 你是我的业份 我曾说我要谨守你的话 我曾一心向你起恩 愿你照着你的应许恩待我 我思想我所行的道路 就转回脚步 归向你的法度 我赶快谨守你的命令 不敢担言 恶人的绳索虽然捆绑我 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 以你公义的典章 我半夜起来称谢你 凡是敬畏你 谨守你训词的 我都与他们为友 耶和华 你的慈爱变满大地 求你把你的律例教导我 耶和华 你向来照着你的话 善待你的仆人 求你把聪明和知识指教我 因为我信靠你的命令 我受苦已先 犯了错误 现在我谨守你的话 你本是良善的 你所行的也是良善的 求你把你的律例教导我 傲慢人用谎言重伤我 我却一心遵守你的训词 他们的心麻木如同之油 我却喜欢你的律法 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你口中的律法对我有益 胜过千千万万的金银 你的手造了我 建立了我 求你使我有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愿敬畏你的人 看见我就欢喜 因为我仰望你的话 耶和华 我知道你的叛语是公义的 为了你的信实 你使我受苦 求你按着你给你仆人的应许 以你的慈爱安慰我 愿你的怜悯临到我 使我活着 因为我喜欢你的律法 愿傲慢人蒙羞 因为他们以诡诈污蔑我 至于我 我却要默想你的训词 愿敬畏你 知道你法度的人都归向我 愿我的心 在你的律例上无可指责 使我不致蒙羞 我渴望你的救恩 以致心力衰竭 但我仍仰望你的话 我仰望你的应许 以致眼睛昏花 我说 你什么时候才安慰我呢 我虽然好像烟熏的皮带 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例 你仆人的日子还有多少 你什么时候才向那些 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 傲慢人为我决了坑 他们就是那些 不按着你律法而行的人 你的一切命令 都是可信靠的 他们一诡诈逼迫我 求你帮助我 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除灭了 至于我 我却没有离弃你的训词 求你照着你的慈爱 使我存活 我就必谨守你口中的法度 耶和华 你的话存到永远 坚立在天上 你的信实存到万代 你坚立了地 地就长存 天地照着你的安排 存到今日 因为万有都是你的仆意 如果我不是喜欢你的律法 就早已在苦难中灭亡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训词 因为你用这些训词使我存活 我是属于你的 求你拯救我 因为我寻求你的训词 恶人等待着要把我毁灭 我却思考你的法度 我看一切圆满的事都有尽头 只有你的命令是广阔无边的 我多么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默想 你的命令使我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 因为你的命令常存在我里面 我比我所有的老师明智 因为我默想你的法度 我比老年人更明理 因为我遵守你的训词 我制止我的脚 不走任何邪恶的路 我要谨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 因为你亲自教导了我 你的话语在我的上堂多么甜美 在我的口中比蜂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事理 因此我恨恶一切虚晃的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我曾启示并且坚守誓言 我必遵守你公义的典章 我受苦极重 耶和华 求你照着你的应许使我存活 耶和华 求你悦纳我口中的甘心计 又把你的典章教导我 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中 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恶人虽然设下陷阱要害我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 我以你的法度 为我永远的产业 因为他们是我心中的喜乐 我专心遵行你的律力 永不改变遵行到底 我恨恶心怀恶意的人 我却喜爱你的律法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盾牌 我仰望你的话 作恶的人啊 你们离开我吧 好让我遵守我神的命令 求你照着你的应许扶持我 使我存活 不要使我因仰望你而蒙羞 求你扶持我 我就必得救 我必常常重视你的律力 偏离你的律力的 你都把他们弃绝 他们的诡诈是突然的 世上所有的恶人 你都把他们除灭 如同除去渣子 因此我喜爱你的法度 我因惧怕你而战立 我畏惧你的审判 我曾秉行公义 求你不要把我撇下 交给欺压我的人 求你做你仆人的保证人 确保我的好处 不要容傲慢人欺压我 因盼望你的救恩 和你公义的应许 我的眼睛都昏花了 求你按着你的慈爱 带你的仆人 把你的律力教导我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赐我悟性 使我可以明白你的法度 现在是耶和华行动的时候 因为人都违反了你的律法 因此我爱你的命令 胜过金子 甚至胜过金金 在一切事上 你所有的训词 我都视为正直 我恨恶一切虚晃的道 你的法度奇妙 所以我必遵守你的法度 你的话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有悟性 我张口喘气 因为我切募你的命令 求你转向我 恩待我 像你素长对待那些爱你名的人那样 求你用你的话引导我的脚步 不容什么罪孽挟制我 求你救赎我脱离人的欺压 好让我谨守你的训词 求你用你的脸光照你的仆人 把你的律力教导我 我的眼泪像河水涌流 因为人都不谨守你的律法 耶和华 你是公义的 你的判词也是正直的 你以公义和制成 命定了你的法度 我心中迫切如同火烧 因为我的敌人忘记了你的话 你的话语十分精炼 因此你的仆人喜爱你的话语 我虽然微笑 被人藐视 我却没有忘记你的训词 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 你的律法是可信可靠的 我遭遇患难和困苦 但你的命令仍是我欢喜的 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 求你赐我悟性 好让我存活 耶和华 我一心呼求你 求你应允我 我必遵守你的律力 我向你呼求 求你救我 我必谨守你的法度 天还未亮 我就呼求救助 我所仰望的就是你的话 我整夜睁开眼睛 我要默想你的话语 耶和华 求你照着你的慈爱 垂听我的声音 求你按着你的公正 使我存活 追求坚恶的人临近了 他们远离你的律法 耶和华 你和我十分接近 你的一切命令 都是可信可靠的 我从你的法度早已知道 这些法度是你立定 存到永远的 求你查看我的苦难 搭救我 因为我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求你为我的案件申辩 救赎我 按着你的应序 使我存活 救恩远离恶人 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力 耶和华 你的怜悯浩大 求你照着你的公正 使我存活 逼迫我的和抵挡我的很多 但我没有偏离你的法度 我看见诡诈的人就讨厌 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语 你看 我多么爱你的训词 耶和华 求你按着你的慈爱 使我存活 你的话的总纲就是真理 你一切公义的典章 要存到永远 领袖们无缘无故迫害我 我的心却畏惧你的话 我以你的话语欢喜 像得了许多战利品的人一样 虚伪是我憎恨厌恶的 你的律法却是我所爱的 我以你公义的典章 一天七次赞美你 喜爱你律法的 必有丰盛的平安 什么都不能绊倒他们 耶和华 我要等候你的救恩 我要遵行你的命令 我的心谨守你的法度 这些法度是我热爱的 我谨守你的训词和法度 因我所行的一切都在你面前 耶和华 愿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求你照着你的话赐我悟性 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 求你照着你的应许拯救我 愿我的嘴唇涌出赞美的话 因为你把你的律力交导了我 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一切命令都是公义的 愿你的手帮助我 因为我选择了你的训词 耶和华 我渴慕你的救恩 我喜欢你的律法 求你容我活着 可以赞美你 愿你的典章帮助我 我向亡羊走迷了路 求你寻找你的仆人 因为我没有忘记你的命令 请不吝点赞美的话